好 我们现在还是在晚清百态的展厅中 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些市井生活 这些玩的 那么这三个罐罐是什么呢 光线有点暗 大概也能看到 是什么呢 有人说 是不是撒胡椒那罐 不是 这个就是当时流行与王公贵族之间和有钱人之间的 这个圈圈罐 装圈圈的 有人说 不是锅锅罐吗 对不起 这三只没有一只是用来装锅锅的 装什么的呢 圈圈 啥是圈圈呢 北京话说白虫黑虫 黑虫是油葫芦 白虫就是圈圈 那么当时人玩虫已经到达了一定的高度 无论是从虫具还是虫子本身都很讲究 虫子必须得冬天玩 为什么呢 外边冰天雪地 您这边揣一个葫芦围一桌吃火锅 外边下着大雪 你这块有夏天的虫子叫 玩的就是这种优雅 咸淡 那么这三种也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呢 两个口扁 一个口高 为什么呢 口扁的这两只是北京做的 口高的那一只是天津做的 金鹿子和金鹿子 那么同时里边适应的虫子的种类也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高的那个口里边的虫子 我们说叫做药叫的虫子 点过药 把它的叫声放大过 所以要更大的扩音腔把它扩出来 天津人比较喜欢听这个叫声动性大 那么北京玩一个精致 用本叫的小虫放进去之后 不用太大的扩音器 就听它一个叫声 很精致 那么白的是象牙做的 然后下面这一只青色的盖 玉石做的 很讲究 然后最右边那一只就是黄羊木做的